那有PValue 不错对吧 那PValue干嘛 就PValue呢 显然可以用来 construct rejection rule 对吧 你刚仔细想想的话 应该已经发现了 就是事实上 我们可以这么做 PValue如果比α小 我们就去拒绝H0 PValue如果比α大 我们就不要拒绝H0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今天 在刚刚的单位检定里面 我如果是原本的方法 我一个5% 我会去cut off一个967.3 对吧 那我今天随便一个值 切下去 我去算它的tail probability 如果我的值会 落在拒绝区里面 那我的tail probability 就会比5%小啊 如果我的tail probability 比5%大 那当然就是不落在 拒绝区里面啊 这是一个if and only if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呢 我如果要去先用拒绝区 先算出967.3 这个值 再拿x bar去对的话 那我当然也可以 先算出PValue了以后 再跟α比较 这完全是同一件事情嘛 所以今天 以刚刚的例子来说 这样的one tail test α假设不变 我去在 不depends on α的前提下 算出PValue 然后拿PValue 来跟α比较 我发现PValue比较小 那我就拒绝H0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idea 直观也是很直观的 就是说 我假设μ是0 我假设μ是1000 结果我观察到 我观察到的值 甚至更扯 的几率只有3% 3%还真小啊 这大概不大合理吧 所以我就相信μ不是1000 就是这么简单 观察到这个值的几率 如果是那么的小 就不要相信它 不要相信原本的假设 大概是这样子咯 好 所以这是equivalent的 我967切在这里 然后呢 我963在这里 如果963切出来的PValue 会比5%小 就表示963落在拒绝区 反之亦然 所以这个呢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么今天 我们在算PValue的时候 你就会想啦 我PValue跟拒绝区 这方法一模一样 那干嘛算PValue 因为PValue呢 用起来很方便 首先要算PValue 不需要α 那我PValue算出来以后 再跟α比较 不需要决定α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α这个东西 很难决定 你实物上你说 我们来把α设成5%啊 1%啊 这个很见仁见智 但是你设5% 设1% 就会影响你做出来的结论 对吧 所以呢 一般人比较喜欢这样子 他们是说 我们先不要假设α 我直接去把PValue算出来 我把PValue呈现给决策者看 然后呢 每一个人看完PValue了以后 心里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但总之 PValue的计算 不需要dependent onα 所以呢 是到最后要做决策的时候 大家再来讨论 α要怎么算 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今天 人们经常 就是把PValue算出来 然后呈现 那人们呢 经常也会在PValue后面 注明一些信号 来告诉你 就是很快的告诉你 他到底显著到什么程度 好 常用的几个Card of是0.1% 0.1% 5% 或者有人用10% 但是很多人都不用10%的 所以如果你的PValue比0.001小 那我们就给你三颗星 如果是介于0.001到0.01 我们就给你两颗星 介于0.01到0.05 我们给你一颗星 再不然我们就不给你星星了 好 所以这里有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今天假设我想要测 不同年龄层的人 他们一天有没有都睡饱 8小时 那我就把人区更成 10到15岁 15到20岁 20到35 30岁 25岁 以此类推 这样子 那么呢 这每一个group 我就去测 请问μ1大于8吗 μ2大于8吗 μi就是第i个group 里面所有的人的平均 每晚睡多久 这样子 那么这个东西 就可以用一张表来呈现 就是说呢 我对每一个group 我都做了这个testing 我都算了p-value group1 p-value是0.002 很小 group2 是0.2 group3 是0.04 依此类推 这样子 那么呢 我们就可以看 星号来做判断 那地方打错了 这里只有两颗星 因为是0.002 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是0.008 就是两颗星 0.03 一颗星 依此类推 那么呢 这些东西就是 拿来给决策的人 做判断 就是 我们15到20岁的年轻人 睡太少了 他没有显著底 超过8 没有证据 可以说明15到20岁的人 有睡超过8小时 那其他的呢 就有 有的话不错 依此类推 这样子 所以是 不要用alpha 去判断 因为你给定alpha的话 你不会像p-value 这样算出一个 大大小小的数字 你只有拒绝接受 接受拒绝 就是你 那你的资讯 是比较少的 这样子 那不过也要小心 p-value 因为它会有 这个大大小小的差别 所以很多人会误用 很多人会误以为 p-value如果很小 就表示 deviation比较大 比如说 刚刚的例子里 你可能就会觉得 什么mu5跟mu4 mu1跟mu3 是不是可以用p-value 来比较呢 完全不行 这一组的p-value 是0.00001 那一组的p-value 是0.04 也不能保证 那两组的 母体平均数 有任何大小关系 因为样本数 样本标准差 什么都不一定一样 这样子 p-value小 只是表示 你有更高的几率 去拒绝no hypothesis 如此而已 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 能够做的事情 是什么 就只是说 统计上很显著 但是实际上 是不是很显著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判断的 OK 所以p-value 只代表统计上的显著性 它不能表示 实物上的显著性 这件事情是肯定要知道 因为很多人都会误会 OK p-value只能让你下结论说 对 有问题 那问题 问题到什么程度 光看你这个test 本身是不能讲的 是这个样子 好 那最后 如果是totel test的话 你的p-value 理论上就变成 在这里 切切切切切切 一个tail 对吧 所以你理论上 应该要跟 二分之α比较 因为这个地方 是二分之α 对吧 那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如果比如说 像刚刚的totel test 那我今天p 就跟二分之α 0.025比较 果然是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不拒绝h0 这样子OK 不过 很多的统计软体 或者是函数 他们在一些test 回传p-value的时候 他对于totel test 他会直接回传 两倍的p-value 让你always 都只要跟α 比较就好了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你非得要看 那个统计软体 的那个函数 的说明才行 你才知道 他到底是回传 alpha 还会算p 还是两倍的p 这件事情真的要看 那很多软体 都是直接回传 两倍的p 所以这件事情 就要注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直接跟alpha比较 这样就是p-value啦